最新影片都在好榜網YouTube頻道 記得一定要訂閱喔 打開小鈴鐺喔 第一時間收到最新通知 會流行回來的配備 有些配備是那個當年SARS的 現在又會流行回來 當然這個配備會一直一直增加 因為這個武漢肺炎的關係 那你看光觸媒燈殺菌一千 每個地方都有光觸媒 我們先賣房子的時候 進場都要先光觸媒全身殺菌 什麼乾洗手 漂白水 先噴過一遍才可以進場 現在有些社區也是一樣啊 回家先全身消毒才可以進社區 免得病毒帶進去 會造成社區感染 所以包括漂白水 醫療級 空氣吸引機 或是梯廳藥開窗這件事情 或是單層排氣 突然間成為一個顯學了 全開窗的房子第五個很重要 去年有很多小二小三房是幾乎沒有開刷 那個房間是密閉式的房間 然後賣得很好 可是呢大家突然間發現 這些沒有開窗的房子住進去感冒 生病會全家感染 因為它沒有自然的開窗 就像那個船一樣啊 那個郵輪住在中間的 只會接受中央空調 然後就是漸漸的你就感冒了 你就生病 你就得武漢肺炎 住在那個中間的那個倉等 沒有開窗的倉等就會變成這樣 所以全開窗的房子成為重點 沒有開窗的房子 大家突然間覺得 我為什麼買一間暗房啊 那個暗房對健康是不好的 懂嗎 郊區 大家覺得可以呼吸到新鮮的空氣 突然間是個好事這樣子 好 講了這麼多影響跟疊價的區域了 你應該怎麼做呢 如果你今天是要買房子的 你應該做什麼事 欸 跑掉了 你應該等 再等一下 等到武漢肺炎有結束的情況 你再考慮要不要買 為什麼這樣講 當年SARS啊 當年SARS啊 雖然叫做減到便宜 沒有錯 可是當年SARS敢買的時候運氣好 可是當年有當年的情況 現在有現在的情況 現在房價雖然有回跌 可是還是算高點 沒有那個 沒有辦法再往上漲的實力 除非今天蔡政府突然間大放什麼優惠房貸 突然間全民加薪 突然間通膨大漲 才有機會房價再繼續往上漲 否則這個武漢肺炎 還不知道到什麼時候 如果今天你買下去的 武漢肺炎變得更嚴重了 你就要小心這件事情 非常小心喔